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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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来的话 大概会比较一下我们 比较常见的一个木头 就是说 我们一般常讲的叫Ibony Ibony大概我们 台湾能够比较能够 想象到的就是 比较类似刚刚讲的黑木 或者说我们翻一个比较 常听的叫黑檀木 原来黑木跟黑檀木是同一件事 我以为是不同的 其实 屋木这个名字 大概是最简单才流行起来的 我们印象中最早的就是 黑檀木 紫檀木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大概就是说 在早期来讲 就从我们讲A-Key一直过来 包括这种东西 它用的都是所谓的黑檀木 然后到了贝母的年代 这是早期 这把大概1890 这把大概是1930年代的 它用的就是所谓的Ibony 的这种黑檀木的感觉 两个都是Ibony吗? 对 但是这种Ibony是我们的范畴 事实上 它的西木要范畴 我们真的要请Lucy 来做鉴定 钢绿课 对 基本上这种木材 它好处说 第一个它比较稳定 它不容易收缩力 然后第二个 它的质地 会是当时才喜欢那种生物 嗯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 就是黑不溜秋的 黑不溜秋 对 几乎看不到什么的 纹路 但是 但是这种的木材 一个 一个蛮特殊的说 大家有没有闻过 檀香 所以这种木材 如果说它没有被上油 上漆的话 其实它可以闻到 淡淡的檀香 不要烧啦 所以才会有这个名字 不要烧啦 所以才会有黑檀木 这个词字 用烧味会不会太凶不 对啊 烧的 有点淡淡的檀木的香味 很淡 有啊有啊 有一点 其实短笛也都是这样的味道 对 短笛也是这个味道 但是我们现在短笛 柱笛是不是也是这个味道 但是很多现在都有上过七顿 那是味道 这把nano是它 已经快百年了 还有这种味道 这个比较真童的味道 嗯 还是没有 原汁原味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诡异的 看人闻起来 这只是 这一支是 几年份啊 你在闻香 对 因为早期的制造来讲 它们就比较不会去上漆 我们看到它就比较圆木 那为什么要上漆 只是让它亮亮的 还是它有个保护 或者是一个防水 还是怎么样 上漆 这个漆是跟小提琴上漆 是一样的那种漆吗 不一样不一样 众说分 哦 这个讲说会被打死 哦 这里面有上漆的吗 这里面有上漆的吗 没有 看起来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厉害 我怀疑它 这个的话也是一波尼一种 但是有的会叫它Gradina Gradina有时候 我们讲说它的油比较多 油脂 油脂 木头油脂 所以你看起来 它其实它没有明明 我怀疑它上漆啊 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看得到它的文路的话 表示它没有上漆 哦 有是有文路的 对 所以你是不想 然后就 味道不一样 对 味道不一样 刚刚那次比较香 今天的主题叫做文床 文香 今天的主题叫文香 其实基本上 我们现在很多上漆 其实是为了掩盖它的木纹 掩盖是为了觉得木纹不好看吗 有些有瑕疵吧 木纹不够细 或者它有一些瑕疵 可是上漆跟上游的概念不一样 不一样 上漆是它整个颜色盖掉了 可是上游一般来讲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保有 一种是亮光油 亮光油就是它保持一层亮光 那我有另外一个 上完漆上游它有用吗 上完漆上游 这个要看你的油的成分 你如果说你的油的分子 比漆大进不去 可是如果说油的分子很细 可以渗透漆 是可以过得去的 这个很好理解吧 跟绿王的意思 是好理解 但是我是说 你如果弄力乘漆 然后就让它看起来光滑的 那还需要油吗 需要 你说薄一样这样 其实在那个时候用的漆 也都是天然成分 对 当代是蛮艳燃的 素 素 所以它其实也会消退 那个漆 会 我们手指膜 其实常常会 它就会消退 会有点消掉 只是说 我买的当代的漆 其实都不上漆了 就是有点好奇 上漆不知道会不会找人来看 所以上漆 今天已经很光滑了 所以上漆跟不上漆 跟它的年代有关系吗 跟它的制程 或是跟它的这个Maker 它喜好 通常没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 我看到的话就是说 客人要求嘛 我们看现在的钢琴 上漆的贵 还是不上漆的贵 所以那钢琴有不上漆的吗 有有有有 Stanway也是有那种不上漆 就是那种木头原色的 绝对 比较雾的嘛 不上漆的非常贵 对啊 是吗 非常贵 这到底是一样的 这到底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完 就请老师试一下颜色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当代比较流行 包括到我们现在来讲 都是比较流行这种 所谓的黑檀木 紫檀木 Rosewood 对 那像我们刚刚介绍的Rosewood 那当代比较特殊的是用 Coccus这个木台 Coccus Coccus 不是 Coccus Coccus 对 那是 那是 那是椰子的一种吗 我真的喜欢 木头小白 没有 这个 这个 一般人真的真的不了解 除了你有人在接受 这就是贩子一种木材 它是 产于非洲的一种硬木 它跟刚刚的那个 屋 那个屋 就不太的地方 它的 不同树种 不同树种 然后产地也不太一样 可是都是从非洲来的 非洲来的 不同的地方 不是我们想的那种 那它那个硬木跟刚刚 就是那个Coccus 跟刚刚那个算是 什么 Ab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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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比较硬 Coccus 比较硬 而且第二个 它的含油量更高 第三个 它木材纹路更好看 它的木材比较特别说 一般我们刚刚讲那个 黑黑的 可是 Coccus里面 它正常来讲 你养的好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个金色的金丝 所以它原本是接近黑色 但是有点金丝的亮度 Coccus 事实上它是一个红褐色的木材 红褐色的 那我们查以后经过氧化 它变得比较黑 可是里面有些部分 会转成金黄色的金丝 Coccus 我们这边有两把 这边有吗? 有,有两把 Coccus的话一般在法国跟英国用的比较多 泛红的那个 这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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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 是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它这一节也特别红 它这一节也特别红 它这全都是一样的材质 它这一节比较黑 一样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 长笛在制造的时候 比较讲究的它的头 身体尾巴 一样的材料 可是会跳不同的密度 配重的关系 这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里 这里 是不同的颜色 配重 所以这是很讲究的 但是同样的材质 可能只是不同的段 对 不同的配重 这是非常讲究的 哇 真的很有意思 在当代真的 木材的运用 比我们现在是更有经验的 那你看一下这一把 一把一样 对啊 这个也是比较红 对 然后你看到它仔细有点 木纹 仔细看其实里面有点金石 对 反正这个Cocos在这个场景上 更大的好是说 它的说明可以比那个 可以更持久 因为有比较多 那第二是说 因为有的密度比较多 事实上场景的身体会更圆满一点点 嗯 这样 ok 那这样子 大概 大概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 没有我只是 就觉得说像我们现在吹长笛 我们都用金属笛嘛 然后里面就是那一堆水器啊 那木头里面 它也会有 对不对 那 那 我有一个很 很 小白的问题 那它这个对它木头本身 会不会有保养上的 难度 还是说它其实要保持某一种湿润度 这样 但那不是有油脂吗 对 所以它不会渗嘛 对啊 对啊 这是好问题 我刚提到说 其实木材有点油脂 一方面是吃了本身的 物质不容易 一方面也可以防水 那事实上 我们就更科学的讲法说 木底的保存 其实我们是希望它是在 40%到50%中间的 我们所谓的湿度 湿度 这就比较特学 那至于我们一般的水 其实正常来讲 你只要擦干 擦干 就是没问题的 就把它放在一个 比较湿度适合的地方 所以台湾来讲 40%到50% 其实也算干 对 比我们目前的环节 是干一点 对是干的 然后至于保存的话 在台湾我们的乐器 其实不担心烈 对是担心发明 对啊 对啊 台湾的湿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第二就是说 如果说一般的乐器 它的年纪稳定都不够 怕的是吸水太多 它会变形 我们反而是要担心这个事情 烈倒是可以 比较不那么担心 所以它保养起来 其实还是真的要对它很有 很细心 然后要很了解这个特性 嗯 自己的乐器 应该每一把都会 特性都不同 对 以当代的木头底来讲的话 每一刻都希望你很小心照顾它 因为毕竟当代的木头的年纪 跟它面世的时间太短了 年轻一点 对 可是对我来讲 这个乐器 事实上已经一两百年了 对 它很稳定 它稳定 除了它当时的选材 跟这个时间的给它的历练来讲 我觉得这是很很难得能够保障 经过时间的退电 时间的退电 时间的考验出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是很特别 OK 那现在它现在这边的纯电 它们是有反应到跟它一样的材质吗 并没有吧 没有 这就是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叫 Evanite 或者说是硬化橡胶的材质 或者也是说涂出它音色 涂出音色 它德国的设计 我们已经之前有提过 对 德国的音色 那还有徐先生 还有什么特别要讲吗 关于木头长笛的部分 材质的话就是要听一下 对 那其实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木头长笛有时候 有的时候 所以会很爱会跟一辈子 是因为 我们讲 木头长笛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们讲它里面的油脂 其实是 在 会跟着人的演奏 它会做改变的 油脂会跟着改变 它的震动 震动会影响到它的震动的 我们讲节点跟油脂 会会有点集中 然后事实上 它会有记忆效应 如果你吹得好 其实它会越来越开 越来越开 越来越顺 金属笛好像跟你讲 也是类似 但是 因为它的比重 重量厚度比较厚 所以这个现象会比金属笛 更明显 是倍速的 倍速的 那相对像我之音乐 有时候像我刚提到那一把 回来喔 是哑巴 前一手 前一手没出来 我回来花了两三年养它 是不是躺在那边 几十年没人吹 他已经睡着了 反而不是 反而不是 是那个人不会吹 那个人不会吹木头笛 他是用金属笛硬吹它 然后变成说 他有点 自闭的收起来 收钢 收钢 哈哈哈 讲得好 所以 如果大家有机会 吹木头笛的话 是可以好好去体会这个东西 然后那真的是它会 相对清楚 它是比较温暖 有人性的 这是我觉得相当不错 跟大家推荐 我们可以请许先生 先示范那个早期 最最古老的 对对对对 然后给你们听听看 有什么不一样 黄羊鹿 黄羊鹿的声音 对 这个如果真的 看得到那个精细的指法 你会觉得很有趣 它的声发 其实就是很顺 很顺 感觉到它是顺的 对 这个就是巴奥克年代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长笛其实是影低 这件事情 在这样的年代 确实是影低 所以莫端特很多音乐 都是影低 就是我们真正的巴奥克的 长笛音乐 确实上是影低或影居 很正常的低带音乐 降系列就很难吹 对 我们吹降系列就很拐 很拐 所以我们这样吹 就真的觉得会很直觉 很直觉 如果用这样子的调性乐器 而且就调性来讲 事实上这个笛子 是比我们modern笛子 它是更低 更亮的 所以我们在吹奏 吹奏这个年代的音乐来讲 我们的想像是 其实要比贝母笛的属性 是更快乐的 更明亮 因为刚刚那个曲子 真的感觉很适合 我听起来真的很快乐 所以是莫扎克那个时候 是用这种东西在吹吗? 确实 因为贝母笛就是到18集后 莫扎克不是用大概5件左右的东西吗? 还是说莫扎克时期 已经发展到5件了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都 还是会用这个在吹?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还是用1 key在吹 可能是看财力是不是? 还是说你今天才刚发明 然后大家手还喊不过 试验上 习惯 对 习惯或喜好 其实这还个小故事 就是说我们当时都是影帝 可是大家记得莫扎克有一首影帝 到西 有 有 Rondle Rondle 那代表说 那个年代就是有个故事 那个作曲者 他 他 委托者他刚买了一首 到西 加了西维的笛子 而且莫扎克 了解 他要秀那个 秀那个笛子 那还是跟财富的移动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 那时候最好笑的是莫扎克写了西以后 给他写三个F 要这么大声吗? 做那么大声 故意的 故意的 哈哈哈 至少你要这种笛子要吹戏 真的很难 很难 所以你知道房间一直在说 莫扎克讨厌 长笛 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理论 是 是 是通灵吗? 为什么会知道他讨厌长笛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直被这种事情困扰 一直被他的委托者 是 恶搞 谁恶搞 谁啊? 你写了三个F 所以啊 就是你弄他 他就弄你回来 是啊 这就是也是千古的佳话 这就是夹子向小 akt 哪吾 家路 鸿 斓 他是 驶 他 他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